带你来掌握运动复健相关的资讯 尤其现在奥运赛事正夯 国手在场上拼战的身影 也让台湾人动容 但像是前几天 曾拿下东奥铜牌的 跆拳道甜心罗嘉玲 就强忍着左脚的疲劳性骨折 登上巴黎奥运 忍痛全力战仍落背 而收治不少运动型选手的 高雄中正脊椎骨科复健科 也发现包括长跑 篮球 羽球等运动 是最容易发生疲劳性骨折的运动 而医师也提醒 其实不只是运动员 一般民众如果平时没有运动 但在短时间内进行大量的运动 导致小腿或脚掌反复疼痛 就要特别注意 是不是疲劳性骨折